御世明言 第十卷 藤大允鬼段家诗 玉树亭前诸借 紫荆花下三田 圈词和好帝兴言 父母心中欢便 多小增才敬产 同根河虎字相尖 相词律傍黄随言 乐得如人取便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 事劝人家帝兴和目的 且说如今三教经典 都是教人为善的 如教有十三经 六经 五经 识教有朱品大藏金经 道教有南华冲虚经及朱品藏经 营商满岸 千言万语 看来都是罪由 依我说 要做好人 只消个两字经 是孝帝两个字 那两字经中 又只消理会一个字 是个孝字 假如孝顺父母的 见父母所爱者 亦爱之 父母所敬者 亦敬之 何况兄弟行踪 同气连之 想到父母身上去 哪有不和不目之理 就是家师田产 总是父母争来的 分什么以我 教什么肥者 假如你生于穷汉之家 分文没得承受 小不得自家玩起眉毛 挣扎过活 见城有田有地 亦自争多严寡 动不动推说爹娘偏爱 分寿不均 那爹娘在久存之下 他心上必然不落 此在是孝子所谓 所以古人说得好 道是 难得者兄弟 易得者田地 怎麽是难得者兄弟 且说人生在世 致亲的莫如爹娘 爹娘养下我来时节 极早已是壮年了 放且爹娘怎守得我同去 也只好半世相处 再说自爱的莫如夫妇 白头相守 极是长久的了 未做亲以前 你将我理 各门各户 也空着幼年一段 只有兄弟们 生于一家 从幼相随到老 有事共伤 有难共够 真相手足一般 何等情疑 弃如梁田美产 今日弃了 明日又可赞得来的 若失了个弟兄 分明割了一手 折了一足 乃终身缺陷 说到此地 岂不是难得者兄弟 易得者田地 若是为田地上 坏了手足亲情 都不如穷看 赤光光没得承受 反为干净 省了许多是非口舌 如今再下说一节国朝的故事 乃是腾愿找鬼断家师 这节故事是劝人 重义轻财 幽忘了孝帝两字经 看官门或是有弟兄没兄弟 都不关在下之事 各人自去摸着心头 学好做人便了 正是 善人听说心中刺 恶人听说以边风 话说国朝永乐年间 北直信天府乡何愿 有个疑太秀 相名首谦 自益之 加累千金 肥田美宅 夫人陈氏 单生一子 名若善计 长大分娶之后 陈夫人身故 疑太秀罢官官居 虽然年老 只乐得精神健旺 凡收租 放债之事 健健关心 不肯安闲享用 其年七十九岁 危善计对老子说道 人生七十古来戏 父亲今年七十九 明年八十齐头了 何不把家事交赦与孩儿掌管 吃舌见成茶饭 喜不为美 老头只要着头 说出几句道 坐一日 管一日 替你心 替你心 替你力 争舌利浅穿共吃 直待两脚逼立直 哪时不关我事得 每年十月间 危太秀亲往庄上收租 整月的住下 庄护人家 肥鸡美酒 尽他受用 那一年 又去住了几日 偶然一日 午后无事 妖妆闲步 观看野景 忽然见一女子同着一个白发婆婆 向溪边石上倒衣 那女子虽然穿妆打扮 可有几分知识 发同七黑 眼若波明 千千十指似栽葱 曲曲双眉如末代 随上布白 超身驱菜着凌罗 点景野花 美风仪不须猜田 五短身材篇有趣 二百年纪正当时 危太秀老兴勃发 看得呆了 那女子倒衣已不 随着老婆婆而走 那老儿留心观看 只见他走过宋家 进一个小小白尼巴门内去了 危太秀连忙转身 换管庄的来 对他说如此如此 教他访那女子跟脚 曾否许人 若是没有人家时 我要娶他为妾 未知他肯否 管庄的巴不得奉承家主 领命便走 原来那女子姓梅 父亲也试过苦学受财 因幼年父母相亡 在外婆身边居住 年一十七岁 尚未许人 管庄的访得的实了 就与那老婆婆说 我家老爷见你女孙儿生得齐整 意欲拼为偏房 虽说是做小 老奶奶去世已久 上面并无人驱管 嫁得成时 风衣足食 自不虽说 连你老人家连上衣服茶 米 都是我家照顾 临终还得个好段送 只怕你老人家没福 老婆婆听得花感似一片说话 即时依魂 也是因缘前定 一说变成 管庄的回复了危太秀 太秀大喜 讲定财礼 讨王力看个吉日 又恐而止阻挡 就在庄上行拼 庄上做亲 成亲之夜 一老一小 端的好汉 有西江月为正 一个乌沙白发 一个绿笨红妆 库藤前树暖花香 好似奶公伤磅 一个心中妻楚 一个暗地惊慌 只仇那话无狼当 双手扶持不上 当夜危太秀投手精神 勾消了因缘补上 真个事 恩爱茫茫今夜好 风光不减小年时 过了三朝 换个矫子抬那梅是回宅 与儿子息苦相见 合宅男府 都来概头 称为小奶奶 疑太秀把舌报白 想与众人 各各欢喜 只有那疑善计心中不美 面前须不言语 背后夫妻两口疑意论度 这老人梯没正经 一把年纪 风登之竹 做事也须了过前后 知道五年十年在世 却去干这样不了不当的事 吐这花之般的女儿 自家也得精神对付她 终不言耽误她在哪里 有名无实 还有一见 多少人家老汉身边有了少妇 知迟不过 那小妇傲不得 走了野路 出乖路丑 为家门之尖 还有一见 那小妇跟随老汉 分明似出外道方年一般 等得年时成熟 她便去了 平时偷短偷长 做下私房 东三西四的寄开 又杀娇杀痴 要汉子制办衣色与她 道德树倒了 非时节 她便癫作嫁人 一包而收拾去受用 这是目中之道 米中之重 人家有了这般人 最选元气的 又说道 这女子娇无娇样 好像个妓女 全没有良家体断 看来是个造星分的头儿 琴老公的太岁 在渣爹身边 只该半切半皮 叫声医者 后日还有个退步 可笑渣爹不明 就叫众人换她做小奶奶 难道要渣门叫她娘不醒 渣门只不作准她 莫要奉承透了 讨她做大喜来 明日渣门颠倒受她呕气 夫妻二人 咳咳浓浓 说过不了 早有多嘴的 传话出来 疑太受知到了 虽然不乐 却也藏在肚里 幸得那梅是秉性温良 事上接下 一团和气 众人也都相安 过了两个月 梅是得了新人 瞒着众人 只有老公知道 一日三 三日九 熬到十月满足 生下一个小孩而出来 举家大惊 这日正是九月九日 语名取造重阳儿 到十一日 就是疑太受生日 这年恰好八十岁了 何客迎门 疑太受开言管代 一来慰寿丹 二来小孩而三朝 就当个汤饼之会 众奔客道 老先生高年 又伸添个小令郎 足见血气不须 乃尚受之精也 疑太受大喜 疑善计背后又说道 男子六十而精绝 方是八十岁了 哪见枯树上生出花来 这孩子不知哪里来的杂种 缺不是渣爹的血 我断言不认他做兄弟 老子又晓得了 也藏在肚女 光阴此箭 不觉又是一年 从阳儿周岁 整备造罪盘故事 女亲爱眷 又来作贺 疑善计到走了出门 不来陪客 老子已知其意 也不去尋他回来 自己陪着诸亲 吃了一日走 虽然口中不语 心内未免有些不足之意 自古道子孝父心欢 那危善计平日做人 又贪又狠 一心只怕小孩子长大起来 分了他一股家师 所以不肯认做兄弟 如先把恶话谣言 日后好摆布他母子 那危太秀是读书做官的人 这个关销怎不明白 只恨自家老了 等不及从阳儿成人长大 日后小不得要再大儿子手里讨针线 今日与他结不得冤家 只索忍耐 看了这点小孩子 好生痛他 又看了梅是小小年纪 好生年他 尝试想一会 闷一会 老一会 又懊悔一会 再过四年 小孩子长成五岁 老子见他伶俐 又迪会还耍 要送他管中上学 取个学名 哥哥叫善计 他就叫善述 选个好日 备了果酒 领他去拜师傅 那师傅就是危太秀请在家女教孙儿的 小叔侄两个同管上学 两得其便 谁知危善计与做爹的不是一条心肠 他见那孩子取名善述 与己排行 才不像意了 由于他儿子同学读书 到要儿子叫他叔叔 从小叫惯了 后来就被他欺压 不如换了儿子出来 另从个师傅吧 当日将儿子换出 只推有病 连日不到管中 危太秀初时指导是真病 过了几日 只听得师傅说 大令郎令拼了个先生 分做两个学堂 不知何意 危太秀不听由可 听了此言 不觉大怒 就要尋大儿子问其缘故 又想到 天生任般逆种 与他说也没干 由他罢了 含了一口闷气 回到房中 偶然脚慢 半着门栏一跌 梅士慌望扶起 参到最庸床上座下 以致不省人士 急请医生来看 医生说是中风 忙取姜汤灌醒 扶他上床 虽然心下清爽 却满身麻木 动弹不得 梅士座在床头 煎汤煎药 因勤服侍 连进几幅 全无功效 医生切密度 只好然熬日子 不能传预料 疑善计闻之 也来看吹了几片 见老子病逝沉重 尿事不起 便呼腰喝鹿打同骂卜 预先装出家主公的架子来 老子听得 愚家烦恼 梅士只得提哭 连小学生也不去想学 留在房中 相伴老子 疑太受智之病毒 换大儿子到面前 取出保子一本 家中田地 屋宅及人头帐目总数 都在上面 吩咐道 善述年方五岁 衣服上要人照管 梅士幼年少 也未必能管家 若婚家施语他 也是枉言 如今尽数交付与你 堂华善述日后长大成人 你可看做爹的面相 替他取房息苦 分他小屋一所 梁田五六十某 物令饥寒足矣 这段话 我都写着在家司堡上 就当分家 把与你做个执照 梅士若怨家人 听从其变 躺肯守着儿子到日 也莫强他 我死之后 你一一依我言语 这便是孝子 我在久存 也得明目 疑善计把保子揭开一看 果然开得世 写得明 满念堆下笑来 连声应道 爹幽幽泪 任而一一依爹吩咐变了 好了家司堡子 因而而去 梅士见他走得远了 两眼垂泪 指着那孩子道 这个小冤家 难道不是你的血 你却和盘托出 都把与大而止了 教我母子两口 二日把什么过活 尼泪秀道 你有所不知 我看善计不是个良善之人 若将家司平分了 连这小孩子的生命也难保 不如都把与他 像了他意 再无妒忌 梅士又哭道 虽然如此 自古道子无的书 剔杀口保不均 被人笑话 尼泪秀道 我也估他不得了 你年纪正小 趁我未死 将儿子祝父善计 待我去世后 多则一年 少则半宰 尽你心中简扎个好头脑 自去图下半世受用 莫要在他们身边讨气吃 梅士道 说那女话 奴家也是愚门之女 妇人从一而终 放又有了这小孩儿 怎个舍得抛他 好歹要守在这孩子身边的 尼泪秀道 你果然肯守至终身吗 莫非日久生灰 梅士就发起大势来 尼泪秀道 你若立志果坚 莫愁母子没得过活 便向枕边摸出一件东西来 交与梅士 梅士初时指导又是一个家私保子 却原来是一尺阔三尺长的一个小族子 梅士道 要这小族而何用 尼泪秀道 这是我的行乐图 其中自有奥妙 你可朝地收藏 幽露人目 直代孩子年长 善计不肯看顾他 你也只含藏于心 等得个言明有诗官来 你却将此族去诉你 顺我为命 求他世世推长 自然有个处分 尽勾你母子二人受用 梅士收了足指 话忧水凡 危太秀又言了数日 一夜谈缺 叫唤不醒 污风哀灾死了 享年八十四岁 正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 一日无常万事休 早知九泉将不去 作家辛苦着何游 且说疑善计得了家私保 又讨了各仓各父持药 每日只去茶点家财杂物 哪有功夫走到父亲房里问安 直等乌夫之后 梅士叉丫环去报知空讯 夫妻两口方才跑来 也哭了几声老爹爹 末一个时辰 就转身去了 到位着梅士首诗 行得依耕官国诸事都事遇办下的 不要疑善计费心 奔脸成福后 梅士和小孩子 两口手着孝堂 祖母提哭 寸步不离 善计指示点名应客 全无哀痛之意 七宗便宅日安葬 回善之夜 就把梅士房中 倾箱倒下 只怕父亲全下赛私房银两在内 梅士乖巧 恐怕收去了他的行乐图 把自己原价来的两只伤龙 到先开了 提出几件穿旧的衣裳 教他夫妻两口减看 善计见他大意 到不来看了 夫妻两口疑乱了一回 事去了 梅士思良苦切 放声大哭 那小孩子见亲娘如此 也哀哀哭过不住 任搬光景 任是泥人应堕累 从教铁汉也酸心 次早 疑善计又换过做屋像来看这房子 要行重新改造 与自家儿子做亲 将梅士母子 搬到后园三间集屋内妻身 只与他四脚小床一张和几件粗台粗椅 连好家伙都没一件 原在房中服侍有两个丫鬟 只选大哭的又换去了 只留下十一二岁的小屎女 每日是他厨下取饭 有菜没菜 都不照管 梅士见不方便 索性土哀饭米 堆个土造 自吹来吃 早晚做些针子 买些小菜 将就度日 小学生到负在伦家上学 速收都市梅士自出 善计又屡次教妻子劝梅士嫁人 又沉梅与与他说亲 见梅士誓死不从 只得罢了 因梅士十分忍耐 凡事不言不语 所以善计虽然凶狠 也不将他母子放在心上 光阴此箭 善述不觉长城一十四岁 原来梅士平生谨慎 从前之事 在儿子面前一致也不提 只怕挖子家口滑 忍出是非 无益有损 守得一十四岁时 他空中漸漸经畏分明 门他不得了 一日 向母亲土件新倦衣穿 梅士回他 没钱买得 善述到 我爹做过太秀 只生我弟兄两人 见金哥哥任搬富贵 我要一件衣服 就不能勾了 是怎地 计量没钱时 我自与哥哥杀土 说罢就走 梅士一把扯住道 我爹 一件卷衣 直甚大事 也去开口求人 常言道适幅即幅 小来穿线 大来穿卷 若小时穿了卷 到大来线也没得穿了 再过两年 等你读书进步 做梅的情愿卖身来做衣服与你穿着 你那哥哥不是好事的 钱他甚么 善述到 梅说得是 口须答应 心下不以为言 想着 我父亲万贯家师 小不得兄弟两个大家分寿 我又不是徐梅晚嫁拖来的游瓶 怎么我哥哥全不看估 娘又是任般说 终不言一匹卷疑 没有我分 直代娘卖身来做与我穿着 这话好生奇怪 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苦 怕他枕的 心生一计 门了母亲 惊到大宅女去 尋见了哥哥 叫声 作语 善计到吃了一惊 问他 来做什么 善述到 我是个晋身子弟 身上男女 被人耻笑 突来尋哥哥 土匹卷去做衣服串 善计到 你要衣服穿 治与娘土 善计到 老爹爹家师 是哥哥管 不是娘管 善计听说家师二字 题目来得大了 变红着念问道 这句话 是哪个教你说的 你今天来土衣服穿 还是来增家师 善计到 家师小不得有日分析 今天先要件衣服 装装看眉 善计到 你这般野种 要什么看眉 老爹爹还有万贯家师 自有的子的孙 干你野种屁事 你今天是听了甚人寸绝 到此土野火吃 莫要惹着我性子 教你母子二人无安身之处 善计到 一般是老爹爹所生 怎么我是野种 惹着你性子 便怎地 难道谋害了我娘儿两个 你就独占了家师不成 善计大怒 骂到 小畜生 敢听撞我 牵着他衣袖 颠起拳头 一连七八个律步 打得头皮都清肿了 善讯争脱了 一道烟走出 哀哀的哭到母亲面前来 一五一十 被世述与母亲知道 梅士抱怨到 我教你莫去野事 你不听教训 打得你好 口吕虽如此说 且着青布衣 替他摩那头上种处 不觉两类交流 有诗为诗 少年离腐勇为孤 食博伊丹百事无 只为家庭缺孝子 同之一说判荣夫 梅士左思有量 恐怕善计藏怒 导衔是女进去志意 说小学生不晓世事 冲撞掌轻 焦个不时 善议阳日子怒气不息 次日侵祖 邀几个族人在家 取出父亲亲不分关 请梅士母子到来 公同看了 变道 尊亲长在上 不是善计不肯养他母子 要念他出去 只因善述昨日与我争取家师 发许多话 成恐日后长大 说话一发多了 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 东庄住房一所 田五十八某 都是遵依老爹爹为命 毫不敢自尊 伏黑尊亲长作证 这伙亲族 平息晓得善计做人利害 又且父亲亲不为足 那个还肯多嘴 做闲冤家 都将好看的话而来说 那奉承善计的说道 千金难买忘人不 照依分关 再没话了 就是哪可连善述母子的 也只说道 男子不吃婚时饭 女子不着嫁时依 多小白手成家的 如今有屋住 有田种 不算没根基了 只要自去增持 得足莫言博 各人自有个命在 梅是了到在原屋居住 不是了日 只得听凭分析 同下而借了众亲长 拜别了祠堂 持了善计夫妇 教人搬了几件旧家伙 和那原嫁来的两只伤龙 故了生口骑坐 来到东庄屋内 只见荒草满地 屋雅稀疏 是多年不收整的 上楼下室 怎生住得 将就打扫一两间 安顿床铺 换庄户来问时 连者五十八某田 都是最下不堪的 大熟之年 一半收成还不能勾 若方年 只好赔粮 梅是只叫得苦 到是小学生有志 对母亲道 我弟兄两个 都是老爹爹亲生 为何分关上如此偏向 其中必有缘故 莫非不是老爹爹亲不 自古道 家师不论专卑 母亲何不告官申理 厚薄凭官府判断 到无怨心 梅是被孩儿提起线索 便将十来年隐下冲情 都说出来道 我已幽而分关之语 这正是你父亲之笔 他到你年少 恐怕被造歌的暗算 所以把家师都判与他 以安其心 临终之日 只与我行乐图一族 再三足父 其中含藏雅迷 直代言明有诗再任 送他长审 包你母子两口有得过活 不自贫苦 善述道 既有此事 何不早说 行乐图在哪里 快取来与孩儿一看 梅是开了相宜 取出一个布包来 解开包袱 里面又有一重油纸风果着 拆了风 展开那一尺阔三尺长的小族儿 挂在椅上 母子一起下拜 梅是通陈道 村庄香足不变 乞树舍曼 善述拜霸 起来仔细看时 乃是一个座匠 乌沙白发 画得风彩如生 怀中抱着婴儿 一只手指着地下 揣摩了半响 传言不解 只得依旧修卷包藏 心下好生烦闷 过了数日 善述到前村要访过师傅讲解 偶从关王庙前经过 只见一伙村人抬着朱阳大礼 祭蔡关盛 善述立着脚头看时 又见一个过路的老者 主了一根筑像 也来行看 问着众人道 你们今日为甚塞臣 众人道 我们遭了屈官司 行赖官府明白 断名了者公事 向日许下神道怨心 今日特来拜祥 老者道 甚么屈官司 朕生断的 内宗一人道 本愿向奉上师明文 十家为甲 小人是甲手 叫做成大 同甲中 有个赵才 是第一手针线 常在人家做夜作 整几日不归家的 忽一日出去了 月如不归 老婆刘是央人四下沉迷 并无忠绩 又过了数日 河内浮出一个尸首 头都打破的 地方暴雨官府 有人认出衣服 正是那赵才 赵才出门前一日 曾与小人走后争据闲话 一时发怒 打到他家 毁了他几件家司 这事有的 谁知他老婆把这庄人命告了小人 前任七之怨 听信一面之词 将小人问成死罪 同甲不幸举手 连累他们都有了罪名 小人无处申冤 在玉三宰 幸遇申任藤爷 他虽乡科出身 甚是明白 小人因他热审时哲诉其冤 他也疑惑到 走后增样 不是大仇 枕的就谋他一命 准了小人葬辞 出牌驱人福审 藤爷一眼看着照才的老婆 千不说 万不说 开口便问他曾否再照 刘氏道 家贫难守 已嫁人了 又问 嫁的甚人 刘氏道 是班贝的裁讽 叫沈百汉 藤爷当时飞拿沈百汉来问道 你几时娶这妇人 百汉道 他丈夫死了一个多月 小人方才取回 藤爷道 何人为媚 用何聘礼 百汉道 赵财全日曾借用过小人七百两银子 小人问得赵财死信 走到他家探问 就便摧取这银子 那流氏莫得底常 情愿将身许嫁小人 准折这银两 其实不曾殃媚 藤爷又问道 你做手艺的人 哪里来者七百两银子 八汉道 是陆续臭与他的 藤爷把子不教他世开逐次借银数目 八汉开了出来 或米或银共十三次 臭成七两八钱之数 藤爷看罢 大渴道 赵财是你打死的 如何妄陷扶人 便用甲棍甲起 八汉还不肯认 藤爷道 我说出情弊 教你心服 既然放本盘利 难道再没第二个人托得 恰好都借与赵财 必是平息奸与他妻子有奸 赵财财你东西 知情故众 以后想做长久夫妻 便谋死了赵财 却又教导那妇人高长 黏在城大身上 今日你开张的智 与旧时壮子不即相同 这人命不是你是谁 再教把妇人扎子 要他成招 刘氏听见藤爷言语 句句合拍 分明鬼谷先师一般 云都惊散了 怎敢抵赖 扎子套上 便承认了 八汉只得也招了 原来八汉起初与刘氏物地相好 人都不知 后来往来勤了 少才怕人眼目 占有隔绝之意 八汉诗与刘氏商量 要谋死赵财 与他做夫妻 刘氏不肯 八汉承赵财在人家做生活回来 控他店上吃得烂醉 行到河边 将他推倒 用石块打破脑门 沉思河底 只等侍冷 便娶那妇人回去 后因屍骸浮起 被人认出 八汉文德小人有增样之规 却去疏那妇人告状 那妇人直待嫁后 方知丈夫是八汉谋死的 的做了夫妻 便不言语 却被藤爷审出真情 将他夫妻抵罪 释放小人凌家 多成猎伟亲伦斗出公分 替小人赛臣 老庸 你道有者般冤事吗 老者道 任般言明官府 真个难遇 本愿百姓有幸了 危善述听在土旅 便回家学与母亲知道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有任地好官府 不将行乐图去告诉 更待何时 母子商议已定 打听了放告日期 梅氏在个黑组 领着十四岁的儿子 带了逐宜 来到怨宗叫哭 大允见没有诵词 只有一个小小族仪 甚是奇怪 问其缘故 梅氏将疑善计平息所为 及老子临终为足 避世说了 藤之愿收了族族 教他 且去 代我进牙世看 正是 一幅滑图藏雅迷 千金家事像搜尋 只因离虎孤儿虎 废尽神明大吻心 不提梅氏母子回家 且说藤大吻放告以不 退归尸牙 取那一尺阔三尺长的小族 看是疑太秀行乐图 一手抱个婴孩 一手指着地下 推长了半日 想到 这个婴孩就是疑善术 不消说了 那一手指着地 莫非要有思观念他地下之情 替他出力吗 又想到 他地有亲不分关 官府也难做主了 他说俗中含藏雅迷 必然还有个道理 若我断不出此事 枉智聪明一世 每日退堂 便将画图展换 千丝万想 如此数日 此事不解 也是这事合当明白 自然生出机会来 一日午饭后 又去看那竹子 丫鬟送茶来吃 将一手去接茶勾 偶然失措 破了些茶把竹子沾湿了 藤大寻放了茶勾 走向街前 双手扯开竹子 就日式晒前 忽然 日光中照见竹子里面有些字影 藤之怨心仪 揭开看时 乃是一幅字纸 托在画上 正是危太秀为不 上面写道 老夫官居五马 授予八秦 死在旦夕 亦无所幸 但业子善述 方年周岁 今未成立 的善计数缺效有 日后恐为所长 伸至大宅二所及一切田产 适以受计 为了偏旧小屋 可分与述 此屋虽小 失踪了 逼迫银五千 作五谈 又逼迫银五千 今一千 作六谈 可以准田园之额 后有言明有诗主断者 述而奉仇白金三百两 八十一雍 危手谦亲笔 年月日花压 原来者行乐图 事危太秀八十一岁上 与小孩子 做周岁时 预先做下的 古人云之子莫若父 信不虚也 腾大宏最有机辨的人 看见开着许多金银 未免谁言之意 眉头一皱 计上心来 差人 密拿疑善计来见我 自有话说 却说 疑善计独古家诗 心满意足 日日在家中快乐 忽见愿插讽着手批驱换 时刻不容停留 善计推了不得 只得相随到愿 正值大吻升堂理事 差人品道 疑善计已拿到了 大吻换到案前问道 你就是疑太秀的长子吗 善计应道 小人正是 大吻道 你说无梅事有状告你 说你逐母逐弟 占产占房 此事真吗 疑善计道 书帝善术 在小人身边 从又抚养大的 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 小人并不曾逐他 其家才一节 都是父亲临终 亲不分析定的 小人并不敢有违 大吻道 你父亲亲不在哪里 善计道 见在家中 容小人取来情揽 大吻道 他藏前内告有家才万贯 非同小可 唯不真偽 也未可知 念你是晋身之后 且不难为你 明日可换齐梅事母子 我亲到你家茶月家思 若口薄果然不均 自有公道 难以私情而论 学教做快押出善计 就去驱习梅事母子 明日一同听审 公差得了善计的东道 放他回家去押 自往东庄区人去了 再说善计听见官府口气厉害 好生惊恐 论在家思 其实全未分析 单单持着父亲分官执照 千军之力 需要亲族见证方好 连夜将银两分送三党亲场 触托他次早都到家来 若官府问及为不一事 求他同声相助 这伙三党之亲 自从危太受亡后 从不曾见善计一盘一盒 虽时也不曾酒杯相及 今日大块银子送来 正是闲事不消香 急来抱佛脚 各各暗笑 乐得授了买东西吃 明日见官 旁观动静 在作驱处 时人有诗云 幽炎树无妄兴持 自是为轻易太师 今日将银买三党 何如匹券赠孤矣 且说梅是见愿叉俱换 以知愿主与他做主 过了一夜 次日侵早 母子二人 先到愿中去见藤大运 大运道 连你孤儿寡妇 自然该替你说法 但闻得善计 执得有亡父亲不分关 者怎摩处 梅是道 分关须舍得有 却是保存孩子之计 非出亡父本心 因相指看家师保上数目 自然明白 大运道 常言道 清官难断家事 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 你也忧做十分大忙 梅是借道 若得勉于饥寒足以 希望与善计同作父家郎府 腾大运吩咐梅是母子 先到善计家事后 疑善计早已打掃听堂 堂上切一把虎皮胶椅 焚起一炉好香 一面吹请亲族 早来守候 梅是和善讯到来 见十亲九卷都在眼前 一一相见了 也不免说几句求情的话宜 善计虽然一肚子老怒 此时也不好发泄 各各暗自打点见官的说话 等不多时 只听得远远渴道之声 料事愿主来了 善计整顿衣母迎接 亲族中 连掌知事的 准备上前见官 其右背怕事的 都站在照碧背后张望 打探消耗 只见一对对执事两班牌立 后面青罗散下 盖着有才有志的藤大吻 道德艺家门守 执事跪下 邀学一声 梅是和艺家兄弟 都一起跪下来迎接 门子学声 喜去 巧夫停了五三屏风巧子 藤大吻不方不忙 度下轎来 将欲进门 忽然对着空中 连连打工 口里应对 恰障有主人相迎的一般 众人都吃惊 看他做甚无恙 只见腾大吻一路一样 直到堂中 连作数一 口中最许多寒温的言语 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个弓 恰障有人看着的一般 连忙转身 就拖一把交椅 朝北主委牌下 又向空在三谦阳 方才上坐 众人看他见神见鬼的模样 不敢上前 都两旁站立外看 只见腾大吻在上座拱一 开谈道 令夫人将家产事告到满生手里 此事端的如可 说罢 便作傾听之状 梁九 哪摇手套舌道 想公子太不良了 静听一会 又自说道 教似公子何以传活 停一会 又说道 又偏小屋 又何活计 又连声道 领教 领教 又停一时 说道 这项也交付似公子 满生都领命了 少庭又拱一道 满生怎敢当此厚伟 推信了多时 又到 的成尊命狠切 满生面领 便吸批诏语似公子收集 乃起身 又连作素一 口称 满生便去 众人都看得呆了 只见藤大养立起身来 东看西看 问道 危爷那里去了 门子稳道 没见什么危爷 藤大养道 有此怪事 换善计问道 方才令尊老先生 亲在门外相迎 与我对座了 说这半日说话 你们两必都听见的 善计道 少人不曾听见 藤大养道 方才长长的身仪 瘦瘦的念仪 高拳骨 细眼睛 掌眉大耳 朗朗的三牙素 云也似白的 沙母造虚 红袍金带 可是危老先生无恙吗 苦得众人一身冷汗 都跪下道 正是他生前无恙 大养道 如何忽然不见了 他说家中有两处大厅堂 又东边旧存下一所小屋 可是有的 善计也不敢隐瞒 只得承认到 有的 大养道 且到东边小屋去一看 自有话说 众人见大养半日自然自语 说得活龙活现 分明是危太兽无恙 都信到危太兽真个出现了 人人吐舌 个个惊心 谁知都是藤大养的考言 他是看了行乐图 照依小象说来 何曾有半句是真话 有诗为诗 圣言自是空题目 唯有鬼神不敢触 若非大养假装词 亦指如何肯深复 危善计引路 众人随着大养 来到东边旧屋内 这旧屋是危太兽未得帝时所居 自从造了大厅大堂 把旧屋空着 只造个仓厅 堆积些零碎米墨在内 留下一房家人 看见大养前后走了一片 到正屋中座下 向善计道 你父亲果是有灵 家中是体 被誓语我说了 教我主张 这所够杂子与善述 你以下何语 善计叩头道 但凭恩台名段 大养土家斯宝子细细看了 连声道 也好过大家是 看到后面为不分关 大笑道 你家老先生自家写定的 方才却又在我面前 说善计许多不是 这个老仙儿也事没主意的 换疑善计过来 既然分关写定 这些田园帐木 一一给你 善讯不许妄争 梅士暗暗叫苦 方欲上前哀求 只见大养有道 这旧屋判与善讯 此屋中之所有 善计也不许妄争 善计想道 这屋内破家破火 不值甚事 便堆下些米墨 一月前都跳得七八了 全不多疑 我也勾便已了 便连连答应道 因台所断极明 大养道 你两人一言为定 各无反悔 众人既是亲族 都来做过政见 方才危老先生当面触腐说 此屋阻碧下 埋金五千两 做五谈 当于刺疑 善计不许 稳道 若果然如此 即使万金 亦是兄弟的 小人并不敢争执 大养道 你就争执时 我也不准 便教手下 吐槽头 铁超等器 梅是母子作眼 率领文藏 往东碧下挖开长机 果然埋下五个大谈 发起来时 谈中满满的 都是光银子 把一谈银子尚清清时 算来该是六十二斤半 刚刚一千两足数 众人看见 无不惊讶 善计亦发信真了 若非父亲阴灵出现 面数愿主 这个藏银 我们尚且不知 愿主哪里之道 只见腾大养教把五谈银子一字 而摆在自家面前 又吩咐梅是道 又迫还有五谈 亦是五千之数 更有一谈金子 方才危老先生有命 送我作囚者之意 我不敢当 他在三双强 我只得领了 梅是同善述叩头说道 所迫五千 已出望外 若又迫更有 敢不依先人之命 大养道 我何此知之 据你家老先生是任半说 想不是虚话 再教人发挖西壁 果然六个大谈 五谈是银 一谈是金 善计看着许多黄白之物 眼泪都放出火来 恨不得抢他一钉 只是有言在前 一字也不敢开口 腾大养寫过照帖 给与善述为照 就将这房家人 判与善述母子 梅是同善述不声之喜 一同扣头拜谢 善计满肚不乐 也只得盖几个头 勉强说句 多谢恩台主张 大养判几条封皮 将一谈金子封了 放在自己矫前 抬回衙内 乐得受用 众人都认道真个危太受许下囚借他的 反以为理智当然 哪个感度个不智 这正叫做律旁相持 愚人得利 若是疑善计全心忠厚 兄弟和睦 肯将家思平等分析 这千两黄金 帝兄大家该五百两 枕到得腾大允之手 白白女作成了别人 自己还土得器门 又加个不孝不帝之名 千算万计 何曾算计得他人 只算计得自家而矣 闲话休提 再说梅氏母子 次日又到愿拜借藤大允 大允以将行乐图取去为笔 重新表过 给还梅氏收领 梅氏母子方五行乐图上 一手指地 乃指地下所藏之金银也 此时有了这十谈银子 一般自买田园 碎成库室 后来善述取妻 年生三子 读书成名 霓士门中 只有这一支极盛 善计两个儿子 都好游荡 家业耗费 善计死后 两所大宅子 都卖与叔叔善述管业 你中凡晓得 危家之事本末的 无不以为天报云 诗若 从来天道有何诗 堪笑危狼心太痴 隐义的兴稀树母 却教死父算生儿 逐中藏字非无意 逼下埋金属有诗 何此传奢公道好 不生增径不兴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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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